12月12号 电影《十二生交》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红炭仪式 当天除了影片的一众主售外 不少成龙的好友纷纷前来主阵 其中不仅包括王力宏、李云迪、顾常卫、唐继麗等圈中好友 还有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著名画家黄勇玉等政界文化界的名人 这当中有很多人失陈工作间隙 牺牲掉休息时间专程给成龙捧场 近日被断背粉纹缠身的王力宏与林迪 当天也踏上了首映红炭 虽然两人并没有同台 但还是让人浮想链片 在微博上互动亲密的两人 坚称他们是好哥们 当得知王力宏会在首映里上献身 演唱电影主题曲时 李云迪更是直言自己十分期待 虽然有这么多好朋友前来捧场 但是对于成龙来说还是有些遗憾 那就是自己的家人都不在身边 尤其是这次在电影中 魄力客串的林凤娇 任凭成龙好说歹说都不愿露面 看来龙草林凤娇才是真正的大牌 优酷娱乐不报 北京八道 2012 预言没来 但是欢乐来了 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 我是传奇二欢乐记 马上就来了 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的 所以我吴充献也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